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你成佛了 这个世界的所有的一切都跟实效不相违背 你做所有的一切都是从空性的流露 没有什么东西跟佛法是相违背的 什么都是 但是要正得佛性 要正得你的空性 你开悟是一个方面 正得还包括 当你开悟了 你知道这个东西思考不二的时候 你还能把这种思考不二的能力 拥有到你的生活 拥有到这个世界上 你用这种能力来做事 视线 它不只是从常在你意识层面的东西 因为这个世界一切是以物质层面视线的 你的智慧也要以物质来视线 你说你有智慧 那么你视线出来给我 当然不仅仅是神通了 这个世界你要普通住生就要视线 如果你只是自己用 可以不做任何事 自己坐在山里边已经足够了 因为你可以不再烦恼 你在山里你喝杯水 七天八天你吃一餐饭都没问题 一个程度的需要的已经很少很少 随便一个毛朋友都可以生活得很开心很喜悦 生命的意义每天都灿烂的在他面前开花 他不需要一个更多人挤在同一条路上去竞争 但是你要去度重生 你要去做这个人世界的所有的事情都要做 你要像一个人一样的去生活 你只是为了影响 带动不同层面的人 维摩节居士是个大居士 即使他不讲法 他可以感染身边的人 他是像一个人一样在这个社会去生存 他结婚生子有老婆 那么他在这个世界上 他不讲法 但是他的生存方式 他的生命态度 也会感染到身边的人 对一些不信佛法的人 或者什么他也会感染到他 但是对一些来去问法的人修学 他有另一个层面来去教授他 就是在不同层面的给予人 这就是一个大菩萨在这个世界的视线 他视线一切 视线人的一切相 甚至有时候视线人的习气和欲望 来度重生 但是他很清晰你需要不需要 请订阅一下 就可以找到他 清楚了 就是英国的帖子 帖子 我没有想到地点 就在把整个大水 提醒一切 对